中午天气热 冰品战也提前开打 观光局特别规划了 夏至相约北纬23度半的活动 串联台湾由东到西 六个北回归线通过的点 让你一路玩透透 连带夏天最爱的小鼠美食 像是爱玉仙草仙人掌兵 通通来个美食大PK 满满都是人到澎湖湾 都要吃一碗仙人掌兵 光卖兵店家可以月入60万 就知道有多汤 夏天吃冰消暑 还有人喜欢吃爱玉 一到夏天几乎人手一杯带着走 今年6月21号就是夏至 观光局决定推出夏至 相约北纬23度半票选活动 怎样夏至两步最适合 大家来决定 北回归线横跨七个县市 哪些美食咱们跟着地图走 东海岸提出海草兵 想喝蜜香红茶 花东粽谷最知名 阿里山有爱玉 也有高山咖啡 香醇浓郁 往西走 嘉义的西瓜最文明 云嘉南的仙草兵 你绝对不能错过 到澎湖当然就是一碗仙人掌兵 或者来杯风如茶也可以 六个景点推出代表当地的十项美食 哪些最能代表北纬23度半美食呢 仙草爱玉红茶咖啡竞争最激烈 冰海最新鲜的美食 干拌鲜柯 乌鱼子还有小馆也都加入票选 要吃的冰凉 还要吃的创意 夏至两步大战已经提前开打 中文七文章 李佩萱台北 采访报道 很高烦 宋